赵女士一上场就坚定地跟男友提出了分手 她的理由和第一次来栏目组时的说法如出一辙 我们俩老吵架 吵得太贫了 然后就说现在看看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过下去 可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 既然赵女士早就厌绝了和男友这样的生活方式 为何她们的恋情却一直维持这么多年 始终没有明确的想法呢 就是我生气也好或怎么着也好 那我没有退路往哪儿去 我就是怎么着我也得回我这个家 我没有别的地方 说翻脸就翻脸 说拍桌子就拍桌子 说走人就走人 给爷们钱爷们就走人 说完了以后过后那就拉倒了 就是说过一会又回来了 对对对 地本事说清楚我意思是 比如说如果真分手的话 您希望她怎么样的 那分手就分手了呗 那女士您没想过说 我可以用一些比如更坚决一点的办法 比如说别让她进门了 没有那个 为什么呢 不忍心 您是害怕吗 其实赵女士呢 已经是两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那在第一次的时候 她就已经明显地表达出来 她想分手的这个意愿 在第二次的时候呢 其实就更加明确了 但是呢我一想问到她 这个你到底分手打算怎么做 她就会变得非常的谨慎小心 甚至呢有点闪烁其词 在那一瞬间呢我就在想 到底是什么阻碍她 把自己的想法明确地说出来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还有人也将感觉那个